我国水域6月份发生漏油事故 虽然目前油雾已经清理干净 但为了了解事故造成的长期影响 我国将展开为期15个月的海洋环境监测 以收集数据并制定一套应对漏油事故和修复栖息地的计划 漏油事故发生至今已经超过3个月 虽然当前的研究显示 事故并未对本地的海洋生物多样性造成重大影响 但有研究员认为 潜在影响未必立即显现 国家发展部长李志生说 继续监测海洋栖息地的健康至关重要 收集数据后 由国家公园局新加坡国立大学 圣约翰岛国立海洋研究中心 以及南洋理工大学国立教育学院组成的调研团队 将通过数据制定应对策略 以保护和修复受事故影响的区域